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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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課很早,所以我去學校上課大概第二天就被投訴了 這很正常,可是投訴完之後就造就主任跟校長回來觀課 觀課的結果就是從此之後他們會在那個時間點來看我上課 因為我上課基本上我最早上課不是用左右,我最早上課是用旅遊跟團康 你要我教除了英文之外,我都可以用旅遊跟團康教 除了英文之外,因為英文我覺得要交給專業的,我不是外國人 不然的話也可以去找企業生,他也沒教育 然後為什麼還要用旅遊呢? 因為大概三、四年前,台灣的社會風氣突然變得很大 所以家長會擔心,我們不能再出門 因為我常常在上課學校上課,我就在學院出去了 因為我會在外面做實驗,或者做一些企業在我們探查之類的 所以我才做旅遊,再進課堂裡面去 所以我在課堂裡面會使用旅遊是因為我要上課 我要先跟各位講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等一下有聽到很悶的東西呢 對,就是表示你可能沒有用到 我要先講 那我的目的很簡單 我的目的只有做這件事情 這是一個小baby,不是我的小牌 因為我也是外國人 不能用台灣小牌,因為我會被告 所以有肖像權 然後呢,我的目的是要把它變成這個樣子 有沒有看懂它在幹嘛 要在一起 就是它會變成這樣子 對 對,非常好 如果你的學習可以從別人的餵食 到你之後可以自食器 自己去找到你喜歡吃的食物 我覺得這會比較快樂 對,那這件事情 不是因為最近幾年的事情 因為我們以前就是這樣做的 因為我覺得你不喜歡念書 我何必要逼你 逼你其實我也很痛 對,所以我秉持了這個理想 所以我去做了一個成立一個團隊 這個結合團隊 我們專門在搞就是遊戲教育 對,所以我們就是要把遊戲帶到教學現場 可是我教的不是非主科之外的科目 對,我們教的都是國英宿舍子 錯,把英文拿掉 國宿舍子 對,英文教給專業 好,對 因為英文不喜歡我們教嘛 對 來,然後後來我們的重點就是 要引發知學力 這應該很簡單吧 如果我玩遊戲玩一玩 你覺得自己想念書的話 你應該就不用我教了 而且現在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 所以在大概五年前 我們大概就已經有這個目標設定 所以我們的重點就是在 課文不要我再念第二次 我連第一次都不想念 要你自己看 除非你看不懂 看不懂我 我會成為一個非常棒的字典 我會念你一題 好 然後第一個重點就是呢 我要創造一個課堂上的學習動機 我在做只有這件事情 就是引發知學能力 跟創造還有學習動機 因為沒有動機 你想做什麼都不行 但是就算你有動機呢 再不正確都沒有關係 就算你只是為了把一個妹妹 很認真去念數學 我覺得可以 你為了泡牛而念數學 對,因為我念數學系 就是因為我去國 當時為了想要泡一個妹妹 所以我每天都會先背課 背好那幾題 然後隔天早上跑去教她 然後回來以後 我再繼續背明天的課 對看 這樣我就考上數學系了 所以考數學系難嗎? 不難 好不好 不要再覺得數學很難 就這樣 這叫動機 好,我就製造一個動機 然後做著做著呢 然後就不小心 但是你又開了一間工作坊 對,因為做補習班 做得太無聊 就開了一間工作坊 其實不是 因為在座很多前輩 那個男生會有一種失心風 遊戲買著買著 就會變成那一面牆 然後就變成兩面牆 那當你家布滿了兩面牆之後 如果你要結婚生小孩 你老婆就會不爽 因為都是牆 沒有她可以放東西的地方 所以那怎麼辦? 我教你 花一點點錢 然後寫幾個字 去升級一個地方 然後就可以租一間空間 就變一間公司 然後就把它堆進去 然後跟你老婆講 我可以拿來賣東西 但是從頭到尾 我沒有在賣東西 所以每個人進來都說 你是桌遊店嗎? 不是啦 現在在幹嘛? 還可以賣嗎? 可以 我幫你問有沒有人在賣 就這樣 我不做買賣的事情 或者做介紹買賣的事情 不過我沒有查 我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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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工作坊在做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後面呢 一個部分呢 最大的利益點是 不是真的剛剛那樣而已 因為呢 進學校我可能用補習班的名義 跟他合作 所以我一定要用其他的名義 跟他合作 所以我就開了一間工作坊 所以現在大部分的合作對象 大概是國中 高中 跟大學教授 對 可是我發現大學教授 其實他蠻笨的 對 我不是鄙視他 是他們比較講話 可是他沒有很想要學習東西 這是一件很怪的事情 所以我們最後才多加了一個項目 叫做增加教學動力這件事情 如果你的教學現場 你可以呈現第二種跟第三種 第四種方式給學生的話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挑出 更有效率的一個學習模式 然後再製造一個 比較歡樂的學習情境給他 那就不需要這麼痛苦 每天大小孩 罵小孩 搞到老師精神奔定 最後產生了21種人格 不需要 好不好 就不用做這種事情 對 好 自我介紹就是這樣的 就不用太大意識還多 所以講到鬼呢 我就是一個嗓子 就是非常簡單 買了很多遊戲 然後都不想賣它 因為我就是只想研究它 可是研究它呢 所以這邊有一個PVD 有個圖案的重點 其實我從頭到尾沒有提 在這裡 這個 很多人在我補習班都會問我說 我們要讓智力變聰明 我要提升我的IQ 說不可能 全台灣的智商在110正負五而已 再怎麼聰明就115而已 也不會聰明到哪裡去 你連門煞都進不去 好 所以呢 那她說我們要提升EQ 跟林志玲一樣 唉 因為我以前遇過林志玲 她最早聲音不是長那樣 我就跟她講說 那EQ也是假的 所以你以前重點就在哪裡呢 因為我以前幫她 我們以前去擔過工 幫她拿過衣服 女生在那裡幫她換 所以我遇過她聲音 然後這是SQ 所以我跟她講說 我整個學習館的重點 我只做SQ 我們今天講很多理論 那都是假的 對那都是假的 因為你沒有做出來 所以我一直跟她講 我要做的是 我可以時期上 回饋在現場給你的東西 所以我先問一個問題 你會在意孩子的事 因為既然你要搞贏隊 通常是搞孩子 那這個孩子很簡單 我最老的孩子大概就是幾歲 就是大學教授 孩子 孩子 所以他玩遊戲的時候 比孩子還幼稚 對 所以 啊 我一道問老師 老師覺得你在意孩子的事 還不開心呢 孩子都很開心 沒關係 孩子還要 這就是情緒嘛 好那 老師你覺得 你在意孩子是什麼 我猜 有沒有什麼 他遇到遊戲中 他遇到遊戲中 沒有什麼 他沒有在講遊戲 就是他平常生活中 你的孩子去到學校 你會想你會在意他的時候 或者在你家 你會在意他的時候 他的個性 他的個性 他個性很好 但是很自閉 很廢 很廢 不要這樣 自閉也會出天才 好 有沒有想回答 老師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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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意孩子的時候 規矩 規矩 對規矩一定要很好 符合你的標準 非常好 這是很正常的現象 對 不管哪一個國家都有什麼情況 對 有沒有其他的問答案 對 與社會互動 與社會互動 就沒有互動 旁邊要看一下 對 互動就在FB上點一點而已 對 很正常的 因為現在學生都會這樣 所以我都會問說 你到底在意孩子是什麼 所以我就會講 一些事情 除了努力跟成績 還有什麼會影響 智力之外 還有會什麼東西影響成績 還有什麼 情緒 對 這是專業的老師 剛剛聽完他講課 其實我剛剛 有點想撈跑 我最害怕特角 是 自己的熱忱 熱忱 哦 對對對 興趣跟一種動力 對 動力的來源 可是剛剛兩個講的 好像都是台灣現在去的 因為這樣的現場 都沒有熱忱 因為剛剛學生很認真的 很認真的 跟你講的老師 我想學東西 有啊 背成績寶貝 那個有 那個有 有 其實我投訴現場 我被投訴投資這件事情 我剛剛有講我為什麼被投訴 因為我班很吵 可是主任來聽我上完課之後 我就覺得都會吵著 我想說 老師 考我 不要考他 先考我 因為考我之後我可以弄他 對 就我我們班遊戲時間 我們班連考試都可以交換考卷 就是可能考到一半之後突然翻牌 然後就說要交換考卷 就往右邊傳三張 這是跟某個遊戲參考 對 但是那時候大概是四年前 對 我玩了一個很奇怪的遊戲 就是傳說 就是傳說 所以呢 好 不要浪費太久時間 我好像會被Cue 好 第一個只是情緒 我還是老師 不可怕 第二個其實就是這個 什麼動力 台灣學生最認真的動力就是夥伴 其實在國中以上 大概五六年級以上 最棒的動力就是來自於夥伴 因為夥伴在學習的動機上 會給你非常強大的助力 但是相對性的 入路也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助力 所以因為我到聯考前的 我是做一屆聯考生的 所以我到聯考前一個禮拜 我們在比賽打中球 因為我在參加職業雨賽 對 聯考前一個禮拜 所以非常認真 好 給我預教的好朋友 第二個是 同伴 就是同伴 同伴會告訴你 你應該怎麼做 然後就繼續引你的專家去 對 所以同伴是有感染力的 最後其實才是這個 家庭 所以很多人都會跟我一直分享說 我們要透過家庭學習 家庭學習 可是個問題是這個是最後 家庭學習不可能一開始就搭乘 因為你不可能 你爸媽已經活了三四十年了 你孝求在隱約之內改變他的思維 不太可能 除非你去洗腦或催眠他 活內是假的 因為很快就會還原了 對 所以我都跟他講說其實 這些都是他們在學習中 很容易遇到的狀況 所以我們在設定學習目標的時候 不可以只遷照單一的選項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然後我們都會說 其實學生就是一個完成的個體 然後我就一直在研究這件事情 研究到就是 第一個就是說 我想要教學生念書嗎 要學習知識 那我在發生學習知識的時候 我發現要先燃起興趣 沒興趣的東西我不敢 沒興趣我不敢 對 所以呢 我也要有興趣 然後呢 再來就是我有沒有能力 好 其實呢 學習任務 一定要能力 然後人際交往 再來是愛好特性 我發現就一層一層的 分析上去之後 最後得到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一個學生無法控制自我情緒的時候 一下子的東西就做不好 同意嗎 這很正常吧 這很正常吧 所以如果你情緒無法自我控制的時候 連遊戲都會翻證 這很正常 那這可不可以透過 劍情式的遊戲 來告訴他 你該怎麼做 可以 那換個字眼 也空了 我該會改變成漸進式的學習任務 來改變他的情緒 應該可以嗎 對 誰叫你一開始就丟微積分給他 你什麼都不要講 其實小學生在一年級 你學過微積分 不要想太多 所以微積分一點都不難 好 所以我們都會跟學生講說 其實非常簡單 每個人的學習個體都是很簡單的 所以老師不能一直focus在這個能力部分 尤其學校演習的老師 像影隊在辦的時候 很多人一直只有著重在這兩個東西 知識跟學習能力的部分 然後最後就自以為產生了很多關卡 然後做出了很多很多的關卡 然後認為他就是一個任務 可是殊不知學生在這過程中 完全沒有學到什麼 他只知道high跟不high 生氣 開心 就這樣回應 他沒有學到他要學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跟學生做個分析 這是很簡單的 先跟各位提 因為我不喜歡什麼東西 結果一開始就直接說 我就是可以用的 比如說三個小時直接餐出遊戲 聽完早上講座應該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完整的遊戲是不可能的 可是學校老師都會笑醒我 在三個小時之間 聽完講座就可以產出遊戲 超厲害 我都覺得他媽很厲害 然後可是 而且真的是還有 我還聽過一個下午產出六款遊戲 真的 就是某個數學科研習 聽到我真的傻眼 對 可是為什麼我要做分析呢 因為很簡單 不能讓孩子出在起跑點上 送到各式各樣的階段 但是這個階段之後 有沒有去想過這件事情 所以你在挑遊戲的時候 跟你在教學的時候 你有沒有focus在這些重點上面 你要一個小學四年級家的學生 直接玩正義遊戲 我教我問你怎麼做人際關係 好 告訴你你已經毀了他一生 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 好 所以這是非常簡單 所以我們都會讓學生去思考一件事情 因為我教育小學生又跟中學教育要做什麼 而這就是我們在設計你對的主題目標 跟學習任務的時候 我們要參考第一個要點 你要做你該做的事情 然後做對方適合做的事情 然後挑對適合的遊戲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要來提一下贏隊 跟作用的問題 誒在後面講太快 老師很複雜 因為我往常的 講座都很可怕 就是我一定會講過頭 然後就被尬掉 呵呵呵 好 來我們先講一個問題 如果 在座有沒有人真的想辦贏隊 所以來提這個呢 用嗎 沒有 沒關係 用 真假的 好 提問爸爸有沒有很想帶小孩 自己學習 好 不要去不失敗 提問好 沒關係 引腰頭就對了 好 不用舉手 這是台灣人的害羞 好 所以我們再講一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要做一個一對的話 一件事情 我要給他對方什麼東西 怎麼樣的內容 那 這些東西是台灣非常常見的 我要給你 新聞 訓練你的什麼能力 對 語文啊 表達啊 口才啊 這麼厲害 所以上萬年英文每個都變超強 沒有 然後譬如說我要做那個 金錢管理 是嗎 不是啊 就你搞的時候都在做什麼 都在做利益的分配 搞錯這兩個圖是不一樣的圖吧 對啊 所以 然後譬如說我們要做動力機器學 所以我們就瘋狂要學人去學機器人 學完之後 每天在看他那邊操作 就覺得這小孩 以後理化能力一定超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從小就不用客分了 就全部都去學機器人就好了 對不對 好 這是謬思 好 所以這些東西就是我們先講一件事情 我到底要給他什麼樣的內容 這是第一個重點 或者是 如果你今天沒有任何想法 你純粹只是想讓孩子開心 拜託 你就讓他開心就好 不要管太多 真的 你就讓他開心 因為在你對設計最可怕就是啊 大家都想好把教育跟娛樂這兩件事情 合在一起 可是又都沒辦法兩個同事做好 然後就變成說要教育不教育 要快樂心不開心的事情 所以這是一件在台灣我看很多理 對 就是文宣都寫得超棒棒的 可是實際現場看過之後 嗯 我還有一件事情曾經 到我們那個地區發文曾經 對對對 因為我 我開設了一個背包客的課程 對 然後就被某些聯合大型補習班 就是微教 對 然後我家長就說 你就是拿UO咖啡子書包出去 就可以就叫背包客行程 我天啊 我等一下跟你分享什麼叫背包客 好 所以我們就先講 第一個如果你有主題之後呢 我們就先講第二件事情 遊戲在銀隊的話 扮演什麼角色 我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扮演對一定要遊戲 老師你來扮演對一定要左右 那你一定要遊戲嗎 為什麼 放在裡面 然後 調味料 哦 調味料 所以只是一個配料 正好 可是我怎麼看到 兒兒贏的都是 你還一直玩 不知道對不對 好思考一下 遊戲 同學 同學 會演錯嗎 不要懷疑 我看過不知道 來同學 對 你覺得遊戲在演對裡面扮演什麼角色 遊戲啊 嗯 嗯 我覺得 接下來是 對我來說 遊戲 過程中 很快看到 美女 跟她的特質 跟特質 跟再來 勇氣脫頓 討論 可以讓 才一直在 任務者的時間內 去 特別討論的方式 你可以讓她 你知道你想要讓 傳遞組東西給她 再來 最後一個 我個人覺得 遊戲 一個比較好的臉 在 一樣 在任務者的時間內 她可以快速拉近 剛剛開始了 今天去 滾 那你的 滾 所以你的遊戲是主題嗎 第一 所以你不是配料 所以你遊戲是主題 你不是配料 配料 對 對吧 你要先抓心這件事情喔 因為我都會像她這樣那樣想 可是到時候那個遊戲超棒的 我玩完之後我昨天學了一件事情 你到底學了什麼 很開心 就沒了 如果後面聽不到要跟我講 因為拿馬友會壓低音量 因為我以前是負責帶舊國團 然後我是執行官 所以我爸人很大聲 然後我會變海 所以我可能在大聲 所以後面聽得到嗎 沒有 好 所以剛剛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主菜跟配料是不一樣的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以教育的目的去做一件事情 或者是你快樂的目的去做一件事情 不一樣 可是下一個問題是 你那樣的目的 你需要花多少時間跟精力 你要去思考這件事情 所以你要把遊戲在銀隊中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可是以我的設計來講 銀隊遊戲在我的銀隊裡面是非必要的 因為它只是一種手段 對我來講它只是一種手段 它只是一種過程 它不一定是主題 因為我這個人很奇怪的是 我一定要讓你聽懂 你回家之後會做出一些東西 就Do something 讓你爸媽感到shock 不知道要做這件事情 對 因為你改變 我剛剛聽到這件事情 是你改變 如果你不需要改變 你就不要參加銀隊 因為我的銀隊不是玩人 好 非常有分 所以我覺得遊戲非常簡單 因為遊戲在銀隊中 扮演的角色非常簡單 就是人跟東西而已 所以這個過程 如果可以把人跟東西進行連結 其中一種最簡單的方式 就透過遊戲去呈現 那如果不要也可以 對吧 原來各位在座 應該都過去二、三十年 都不一定都是用遊戲過程產生的嗎 其實你們也都是啦 我不能這樣講 也有些也都是 好 因為我現在有時候講 我知道講錯為什麼壓力很大 是因為我都忘記聽前面講 只是在講錯 呵呵呵 然後就有時候會去踩到買錢 那好沒有不重要 對 而且是 其實作為網友非常好壓力很大 呵呵呵 好來 沒關係 下一項目 其實我跟你講說 其實以我設計銀隊的立場來講話 遊戲作為人講是這個 如果我今天需要一個東西進行高度的互動 來快速的形成我們之間的關係 我才會使用遊戲 我才會使用遊戲 那今天如果反過來是我要透過某種關係的形成 而產生閉子之間的互動連結 比如說老師教學生這件事情 那我就會建議他把他內容改成遊戲化成成間方式 會比較簡單 會比較快速 當然也有其他方式可以去做 那所以在遊戲分類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思考一件事情是 我今天玩的到底是什麼 所以你在銀隊設計 如果你真的要套遊戲進去的話 第一個重點 如果你只是歡樂 麻煩你 就強調本體性 就是蠢遊戲而已 就是讓他開心的玩 就不要管他 就是讓他開心的玩就好了 可是呢 如果你看已經進入譬如 到我的國文科跟社會科 今天我講晚期末期 然後我可能在講什麼時候 好 這時候我一定是要把 我畢業配合 會 因為我最近很常用的是相用這個 有些代曹存事件放進去 那我在社會課部分的時候 我就要進行一個團體氣氛的營造 可是我這裡面這個遊戲是不是重點 我告訴你不是 因為在我課場上 我的遊戲從來沒有完成過 我不知道你們老師有這個概念 因為我的 我的桌遊在我的課場上出現的時候 我學生都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從來不會把它玩完 因為我不需要把它玩完 我只玩到我想要玩的地方停下來 我就會開始進行文本導讀 跟一些互動測驗 所以我就會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已經達到我要的目的了 所以我玩的是它的部分的規則性 我要讓它體驗這個感受 透過相往我要告訴它 不公平性 以及所有背後的遺產知識 這種概念 但是因為你把它玩完之後 把你的情緒就失控了 那就真的會被投訴了 它會失控 所以你就不能再讓它繼續進行下去 可是在課後的時候 他們會進行一個複習 他們自己玩 因為他們會想要把它玩完 這時候他們就完成了我的功課了 他們自己在玩 把剛剛的故事拿來玩 最後一個重點是你講的 非正規心 隨機教學 我透過遊戲過程中 觀察出哪些人是立等 哪些人是贊助 就是說體育不一者 哪些人在你的團隊裡面 是所謂的反對者的角色 然後我在下一次 在進行分組訓練的時候 我才會進行這個動作 所以它不會一定說每一次都會出現 除非你特別去強調它的功能 就是概念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在遊戲操作的部分的時候 我覺得最後一個是最不可控制的 所以我都要求老師要寫文案 對,所以你在影對設計的時候 也非常重要的重點 你的文案提出來之後 每個人都要懂 教案是自己懂就可以 因為我是負責教的人 可是意思是影對設計 是每一個人都要懂 所以我們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遊戲教育一般來講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在我影對裡面設計呢 我就會分為知識跟價值 還有情緒這三個部分去做討論 可是通常我可以跟老師講 跟各位分享的重點 知識面不是我的重點 真的不是我的重點 因為它不需要我去講 學生自己現在都有重點 他們可以自己搞定 他們有各式各樣的方法 再來就是 被跑掉了 這樣沒有 就是情緒 然後跟價值觀 那這個其實是在你的主題設定 那你的價值觀呢 是在你操作過程 你會看得到 但是情緒面呢 是在課後延伸的部分 我要去啟動它的學習動機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譬如說我在上數學課的時候 我的課程 大概三個小時課程裡面 我只上課一個小時半 最多 剩下一個小時半 他們要進行互動 因為我們必須看到 所謂的情緒面的產生 到底他們會用學習成效 有沒有辦法能夠倒入 所以在有些部分 其實我不太會去在乎這件事情 就是 對 因為最後我會在最後的行為結果去驗證 它到底我需要多少的百分比 在下課科技幾乎 那像贏隊也是這樣 所以呢 我們這樣簡單分析一下 贏隊基本上設計概念是這樣 如果你要設計一個贏隊 你就不需要一個主題 對吧 那在資金考量 這個大概就評估一下 因為我通常沒什麼資金 對 不是我很有錢 就是反正就是要付錢就好 不要付錢 對 就是使用者付費 然後再來就是 第一個我會先設定我的目標 然後參考我的認數 對 然後再來第二件事 我沒有對象限制 我不會刻意說高年級一定要 除非就是我要設定某些特定的遊戲 我才會設定到對象的部分 那在目標設定的時候 就要搜尋所謂的資料 那這些東西都決定好之後 你才會開始進行你的模式設定 你是要團隊分組 分組競賽 個人競賽 還是要進行大團康的活動 是不一樣的 每一場你對的進行方式 必須混合到你的主題 以及你所需要達成的目標 對 你不要說每一堂課 瘋狂都使用團康 我每一堂課 就是我已經帶住完 大家為什麼會退出 因為我發現 大家都一直從後面抄前面 後面抄前面 後面抄前面 為什麼 譬如說你去到頂隊 你只要聽到 廷宇軒 有些人知道廷宇軒 在做什麼 那個廁所 廷宇森的 那關鋪樓勒 好奇怪啊 為什麼一定是這樣 我帶到後來 我發現每一屆雪地 就是往後面 一直抄 一直抄 然後你對著活動團康 就是一直抄 一直抄 我說重點是 你們每一屆的主題都不一樣 怎麼有幫忙每個遊戲 都一直抄一直抄 這是很合理的事情 所以我就說 一件事情是 你們設定的目標到底要做什麼 你沒有設定 你設定好之後 譬如說 我今天想要玩 就是生化科技的一個體驗 在醫院辦的 那你把它搞得跟文學一樣 你在崩崩團體討論啊 然後發想啊 我說 嗯 好像不太對吧 你連觀測 觀察室都沒去過 然後你連配藥室都沒去看過 甚至你沒有去過實體做檢驗 那不同的 你辦那個生化影 或醫療一樣做什麼 對 所以就是一個模式 那模式最後才決定 你所謂的田處長第一個流程 這些東西是一步一步來 所以你們正在設定營隊 其實我覺得設定營隊很累 那只是坊間營隊真的很快速就可以形成 我覺得蠻厲害的 對 就是如果只是玩樂的話就玩樂吧 所以呢 我就跟各位講非常重點 我設定營隊很古萌 所以每個人後來跟我合作都很害怕 因為我只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 你必須夠完整的 你要從前置的引導到中途的發想 到後續的延伸追動 我要能不能做到 所以你要能夠呼吸 你的最後一段的行程 呼應到前面 你不要沒事無聊 就是好棒 我在教室研究了 零用錢怎麼計算 出入賬怎麼做 就第四天戶外教學 你去參加的建武山一日遊 那這是什麼點啊 我正靠這種行程安排 但是很棒 這個行程四天 可以收到六千多塊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遊樂園很棒 所以我覺得他們有呼應的效果 所以你必須要能夠 扣合所有的課程 再來就是有效性 你必須要用學生 確實是有達到行為改變 而不是把交了一堆作業回家說 我幫你去看 我完成這一筆 那一筆有一半都是我們製作的 好 很多一堆製作這些 只是我不喜歡製作這些 所以我跟各位講 完整的呼應 然後且有效 真的很重要 好 好 主題挑選 我們開始 來做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我們要先發想 然後再來呢 發想的時候呢 你可以去找 那 呃 這兩個字其實我生長了很久 到底要不要用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整個 這兩個字 還是 我通常會講規則 對我通常會講規則 好 我會發想第一 就是關係性 跟實質性 好設定性 在主題性設定的時候 這四個 是你要做的 例如說今天我要做的是 哦 好 不要舉例太多 來 以上這四個 有沒有知道我在幹嘛 我們猜一下 你們知道是什麼遊戲吧 欸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買到是 一門飯 我不知道是什麼 呵 好 這是皇家港 對 那有沒有知道我拿皇家港來做什麼 我最近才剛做完 兩個東西 欸 沒有 欸 如果你提到皇家港有玩過嗎 好 挑過 不要講 瑪尼拉 有過嗎 瑪尼拉在幹嘛的 請教導師 瑪尼拉在玩什麼 沒關係 如果看到瑪尼拉 你會拿用在什麼樣的影片 不會 沒想到 蛤 有聽過而已 所以有玩過沒有 好 瑪尼拉是一個風險 然後在機會判斷成本 因為我們的學術理由是在做這件事情 那我一般做這個營業 我不會拿來做金融營 你們應該會拿來做金融營 所以我不拿來做金融營 對 蛤 沒有沒有沒有 瑪尼拉不會拿來做金融營 他是拿來做所有 就是我們在拿來做人際的關係引導 所以他只是一半 我不會拿來玩到晚 因為我覺得這遊戲太長了 對 然後再來就是 還有一件事就是我拿來取代那個保險業 這裡我應該沒有保險業 對 我會直接把那個 陷阱給我換掉 對 陷阱給我換 很累的遊戲 好 那這裡 這個有看過嗎 真的假的 這台灣應該有人看過這個 這是考人檔 對 這是考人檔 這是馬達加斯加坊 對 有沒有網過這個遊戲 好 不重要 不然就是一個資源分配的概念 好 但是我會拿這個遊戲來做什麼呢 來 這個遊戲我很浪費 我只拿來做情情代入 對 我只拿來做情情代入 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在於 故事後的啟發 因為我們的電影都到第三集 馬達加斯加最後他們想要做什麼 他們想要退休 所以我們退休之後每個人要去看馬戲團 對 直接故事在延長他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在做一個夢想的延長 所以我們在幫小五學六年級跟五年級 進行一個勵志學習 對 所以他在我設定裡面 他不會完全的就是 呃 就只有拿他的主題或題材來去 好 這樣一定有什麼調調 好 這是我資料需求部分 如果你在設定的資料目的的時候 第一個你在設定目的的時候呢 你有幾個要去想 我要向各位直接跟各位分享 好 第一個就是你課程的背景 如果你今天要使用一個大航海冒險時代的話 你的時代背景你要設定在哪裡 是新大陸之前還是新大陸之後 這不一樣 好 那你就不要挑錯遊戲 不是所有遊戲都可以拿來用 再來第二個就是流程的演繹 然後操作需求 操作需求是等個人老師對遊戲心熟不熟悉 然後再來就是相關的復標 為什麼要做復標呢 很簡單 從頭後來如果一個銀隊 只有一款遊戲出現的話 那個銀隊是失敗的 我可以讓他跟你講 因為沒有任何一款遊戲可以直接完整的表達出一個主題跟一個題材 沒有辦法 譬如說我們玩過一款遊戲叫深水擂台 這個遊戲呢 不是深海 這是深水擂台 這樣Q一下 對 這個遊戲如果玩完之後你覺得會去學什麼 很多老師跟我講他會學到十五令 對嗎 可是不好意思喔 我的學生學完之後是去環島旅行的 為什麼 因為我那一天是要交為他台灣地理特殊環境 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深水也只是我其中一個參考而已 他並不是主題 可是我真的看過有補學吧拿他來做主題 超厲害的 不知道為什麼一個銀隊可以跑一個遊戲 對 所以相關的復標就是說 你會透過你想要做的找到的內容去做一個延伸 所以在復標的部分呢 你必須去搜尋它的資料 譬如說你要看到深水擂台 就搭配鐵道任務嗎 一個 為什麼 沒有人跟鐵道任務 就很好 對 這是很簡單的遊戲嘛 那這兩個有什麼關係 這兩個遊戲造就了我學生去環島七天 然後把他那八隻動物蟲吃光 這是一個小學 一個四年級的男生回家之後規劃了一個行程 但是他爸爸晚了七天 他跟我請假 家贏對 他跟我請假 他爸超開心 我也超開心 對 不用上課我還錢 收單 對 不是啦 是他真的落實我要做的事情 好 然後再來就是最後的問題表達 因為我很害怕你們每個人玩到最後 用遊戲在贏對 玩到最後只會問我說 求人家這遊戲怎麼贏 然後第二個問題 這遊戲好不好玩 然後求人家你只不知道這遊戲在幹嘛 什麼大尾如果這三個星期都不知道 換一次贏 這就不要辦了好不好 所以不會有人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必須去做什麼延伸 一樣的副標的部分 我們台灣環境一定只有這八種生物 很多學生提出了很多意義 所以他們做了很多內容 對 這個東西都可以做參考 好 欸 喔好 因為有時間不多 我直接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要來做贏對的話 呃 我會 今天好多不用拍我 這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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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知道這上版什麼遊戲 第一個是環保健兵 第二個是趕環保 第三個是可養 請問一下如果這三個加起來 你會辦什麼一堆 趕環保護嗎 環境保護嗎 環境保護接近 可是可可亞跟環境保護不一樣 支援的樣子 支援的連結 不是啊 支援的佔應用 為什麼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 交易買賣接近接近 可是 這是環保健兵的交易買賣什麼關係 他就是在你家 然後反正繞一繞去 然後一直在拿東西 好 綠能 我只要告訴余政學生一件事情是 因為我是教 我是三類 所以我們告訴他 這是微重能源 然後我們會 這是一個啟發能源在利用 他最後一個ending是 透過實在的環境 是去創造出一個可以賺錢的產業 這個概念 就是綠能轉換資金 就是所謂的無創 類似無創 所以我也忘記這什麼 因為這東西 最後我們搭配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 電動車 太陽人電動車自行自照 我只提供馬達 跟太陽公伴 這家屬場 全部要自己去搜尋 對 然後所以我們學了 用龍房生獸 然後這是他們在做那個 火瓜 他們在那個綠原道 對 下一個 好 這個就非常明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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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知道我在幹嘛 這個是東海道 就是純粹一群人 瘋狂不用塞著 然後在旅行的概念 然後你可以一口氣 直接查到終點 我覺得超棒的 就直接回家睡覺 然後第二個是海上吃路 對 就是馬可波羅反家那段事件 然後其實我不再講那個歷史 然後這是抹茶 對 他比某款遊戲好很多 他就是兩人堆一點遊戲 對 然後這是鐵道人物 然後這是大道城 有沒有人知道這五間遊戲 加起來一個銀隊裡面 我們跑得什麼 準備猜 因為透過剛剛我講的 你必須透過一個有概念的目的性 引導 然後產生它的復標 這復標裡面會結合到你所有需要的實事 跟內容放在裡面 讓它體驗到真正的就是一個感覺 這個感覺來自於實際行動 貿易非常好 當時 呵呵呵 對 大道城貿易很棒 買賣 好 那抹茶更大 買賣要怎麼樣 我因為這是文科的 其實這是文科 所以它是歷史 它跟歷史有關係 對 有沒有知道 什麼 大國 大國 就是我背包客行程 我可以跟各位講 我背包客行程 難過各種領域通常可以考驗得到 這一場呢 就是我們到北部 北部 所以北部從一開始設定 圖論技巧 對 當然後面速改 這是圖論技巧 圖論技巧在做一個行為 點到點之間 連線判定 我為這個動作去找一個 然後這個就花了我一堂半的時間 去做一個圖論設計 所以他們必須開始去設計 或團套 然後再來呢 這個東西是要結合東海道 為什麼呢 目標性 我在進行點到點之間移動的時候 並不是幫我目的的 我必須要產生目標性 比如說請問一下各位 我今天要來到台南玩 我怎麼玩 大家都說台南很好玩 可是台南很多點要玩 那你怎麼玩 你們要推進我一下 等一下我要去玩 所以我已經玩得快爛掉了 沒有 為什麼 我再跟你們分享 因為我有了老師 好沒問題 然後所以呢 最後那為什麼要在海上思路呢 很簡單 因為他那時候的背景 是東西文化交流 跟交流的概念 所以那時候他們進行到 北部基隆跟淡水一帶 然後呢 為什麼要查到 因為他們那時候主要設定 是我們要講中國武藝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就是用查 核出世界觀 這個概念 用查核出世界觀 有沒有 對 他是背部 所以你從圖論自行設計 然後一直到 點到點之間 連接圖案設計 然後再到 我提供你主要概念 摩擦裡面的五項器具 你可以去做這麼實用 為什麼我要研究一個東西 需要研究到這麼深 讓他知道每個東西的由來 對 然後去做這件事情 那 海上思路也就是 我剛剛有提到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加起來 才會成為一個完整的應對 那應對我可以跟各位講說 基本上回到家之後 發酵性很大 因為學生跟家長 都會再去第二次跟第四次 對 所以呢 像這樣我們就叫行動背包課 所以我們都說其實 故事啊是被設計的 好 那這個故事 因為我時間好像要收播了 對 對 後面就不舉例了 可以嗎 就調過 這東西非常簡單 因為我跟學位講說 其實應對我是在做一件設計 我在設計學生的行為動作 今天如果 好 兩分鐘 好 就是這個素食店 然後他有一群來群 重機非常的吵 那 來了重機非常的吵 之後 可是 老闆很害怕 可是那些人 什麼事都沒有做 他只聚集在你家廣場前面 就開始 聊天 可是你知道素食店 賣到的這種東西 是家庭聚餐的最大的收入 來源就是家庭 親子 可是如果你前面 聚了一群重機 你還會想 你會帶你小孩進去 比較不容易 對不對 所以業績會下降 可是他沒有辦法 可是他沒有辦法 那如果你是老闆 你會怎麼辦 你會怎麼辦 抓他 老闆 你會怎麼辦 蛤 他有停車格啊 他沒辦法停得很好 因為他是重機啊 他可以停汽車停車格 所以你會怎麼辦 好 我告訴你 最後呢 因為他 人做一件很無聊的事情 開始播放貝多芬的音樂 莫早燈的音樂 放到最後那群人是自己起床 為什麼 他覺得我不屬於這裡 對 他覺得我不屬於這裡 這是誰被設計的 這群人 所以我們在營隊設計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製造一個氛圍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 最後只有這個重點 剛剛前面的工具 你們可以參考 但最後我只跟你講 如果一個營隊要能夠有效 你必須讓你的學生 在你的營隊過程中 完整地扣合所有的行為 都要扣合你的主題 去做呈現 所以你設計的就是一個 敬教 所以身教到原教這件事我贊同 但是我覺得環境更可以影響一個人 所以一直以來 我製造的就是一個優良的 一個學習環境 讓他們可以感覺到 我必須要這樣做 我才能達到我要的目的 而不用我去驅動他 所以比起你在那邊 做了很多花招 給了很多獎品來得更好 所以我會提供的就是一個敬教的學習 對 所以我都會跟人家講 其實我們做的事情就是 尋找一個不存在的故事 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 對,因為我希望明年可以過得更好 對,好 那因為今天時間要超過 欸,為什麼會做這張 這是最後的提醒就是 遊戲 如果真的在營隊你們的應用 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最後一個分享就是 簡單 不要挑太難 當然你可以挑很難的 好 再來就是一定要讓你的學生 進行宣傳參與這件事情 再來不要形成攻擊對應 所以我最討厭的夢想殺之類的 好 再來是運氣跟策略的選擇 這個你們要去判斷 你們能做提醒自己 然後最後 麻煩你提醒一下 不要任意使用造反 不是在宣傳 只是因為材質真的有差 學生往往感覺會不一樣 因為如果你要讓你的 引頓的頻 可以達到高標的話 對 好,這是我今天悄悄的分定 這問號 不要看到他 好 等一下 好,今天我的問題就是在這裡 那因為我今天講得非常的快 不好意思 那有沒有人有其他問題要發揮 沒有嗎? 真的嗎? 沒有嗎? 對不起 應該沒有人要問我問題 因為我講得非常的亂 對 應該 有人有問題要提出嗎? 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設計一對 針對這部分內容的話 因為我不知道這移動我每次在跑 其實我滿刀鞋 我鞋很快 只是 我都會針對就是一個目標性去做研究 對 所以有人有提問嗎? 不要好好報索 沒有,因為我剛剛 我其實 我這次下來 我是要實踐我學生設計的台語